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MongoDB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操作文档Document 什么叫文档 以前跟您说过 它相当于关系型数据库里面的数据记录 在这MongoDB里面叫做文档Document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MongoDB数据文档的操作 应该不是很难 咱们马上看今天的实战演习 今天内容比较多 我说的快些 首先咱们通过Mongo命令 进入到MongoDB的命令行模式 然后咱们用use,log 进入,blog的数据库 然后咱们用showcollections 看一下当前都有哪些个集合 如果没有的话 用db.gradecollection 建一个post文章的集合 然后咱们用这个地方要说 这地方是以前没说过的 用db.刚才的post db.post可以直接引用 再点什么insert 什么意思 就换句话说 在db当前数据库里面的post文章集合里面 insert 插一条记录 或者说插一个文档 这个文档呢 大家注意看 是标准的json的模式 json的对象 咱们把它直接插入到这个post文章的集合里面去 插完之后 咱们看一下这个集合 但是这集合没有发生变化 主要是这句话 咱们再看一下当前post文章集合里面 有哪些个数据 用.find 在咱们关系型数据库里面 用select 对不对 在mongoDB里面呢 用find 一样的意思 这时候呢 它会显示出来 咱们刚刚插的条记录 会显示在控制台上 那么接下来 咱们用同样的命令 db.post.insert 咱们再插入第二个文档 第二个文档插入完之后呢 咱们再调用db.post.find 再看一下 不一样了 刚才是一个记录 或者说一个文档 现在呢 两个文档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在控制台上呢 会显示出来两个文档 这个大家注意 接下来 因为我是这个操作渣华脚本 大家一起看 我正半天 我写了一行 escal语句了 没有吗 一直是用渣华脚本做 那渣华脚本知是什么 大家请看 还知这个循环吗 对不对 复循环 这个是标准的 渣华脚本的循环 我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渣华脚本循环 从3 循环到10 干什么 大家注意看 循环的插入文档 在这个post 这个集合里面 在这里面 从3插到10 换句话说 插了3 4 5 6 7 8 9 10 插了大概8个记录 插了8条记录 插完之后 咱们再 db.post.find 会看到 税口中 所有的10条记录 都出来 没有问题 一会咱们试一样 我先跟您说一下 这个意思 看完这之后 咱们注意看 下面 又是不一样 用db.post.count 这是干什么 可能聪明的朋友 就能反过来 这是看 当前集合中 有多少个文档 相当于 有多少条记录 一个意思 相当于 关系型税库里面的 select count 完全一样 只不过 这是有点面向对象操作了 好 那咱们再接下来 这大家应该也知道 db.post.remove 这干什么 删除记录 不叫delete 叫remove 然后里面 跟一个条件 我呢 只是一个大括号 什么意思 是所有记录 但是我还在这里面 可以跟条件 比如说 id等于几 标题等于什么 都可以跟 但是我为了给您演示 我这什么都不跟 换句话说 这行命令 是删除 咱们刚刚建立的 所有的文档 然后呢 咱们再看一下 post里面 有多少条记录 零了吗 都删除了吗 对不对 最后呢 咱们再犯了一下 发现 哦 确实是没有记录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操作过程 好 咱们先少去 马上开始 现在的内容 稍微有点多 咱们先进入 mongo 然后 咱们先进入 koma blog的数据库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收一下collection 看看有没有集合 没有吗 没有怎么办 咱们用create collection post 建这么一个post的集合 建完之后 咱们再看一下 有没有 哎 出来了吧 OK 接下来 咱们要插记录了 我插了 大家注意看啊 db.post.insert 敲完之后 回车 他出来跌点点 咱们接着往下敲 没有完啊 呃 我这敲个大括号 接着敲 呃 标题等于我的第一篇博客 没有问题 再接下来 内容已经开始写博客了 太激动了 也没问题 然后 关闭大括号 还能做 然后用反扩号 分号 结束 咱们这行命令啊 它是以分号结束嘛 对不对 哎 大家怎么看 已经做完 他说呢 已经插入一条记录 那咱们现在 收下collection 这个没有变化 还是一个collection 然后呢 咱们主要是这句 大家注意看 我db.post.find 显示一下文章post集合里面的数据 走 咱们试一下啊 非常重要啊 这第一次的指使啊 go 哎 大家看 刚才咱们插的这个json对象 在这个地方呢 已经出来了 大家请看 title呢 是我的第一篇博客 内容content呢 是已经开始写博客了 太激动了 但大家注意看 这有一个下化线id 这是什么 这个是每个文档的系统id 是mongodb呢 动态给咱们分配的 咱们不用去管它 就可以了 换句话说 这个id唯一标识某一个文档 这个呢 是唯一的 所以呢 你们不用担心 以后在咱们税后操作过程中呢 是非常用得到这个id啊 好 那今天咱先不用管啊 接下来 咱们再查一个文档 再查一个啊 试试啊 同样 跟刚才一样 大括号 然后title 我的第二篇博客 然后 写点什么好的 没 这第二篇博客就没写的了 太过分了 然后呢 tag 大家注意看 这是和以前咱们这个观星不一样啊 咱们每一个文档的字段数可以不一样 多棒 好 试试啊 嗯 tag呢 我做成了一个未分类 这没问题吧 然后把它大括号关掉 这个Jason对象已经建成 然后 反括号分号 结束这个命令 哎 怎么样 又插进去了吧 插完之后 咱们用 db.post.find 看下当前文档 大家注意看 是不是有两文档了 没问题了吧 然后注意看 他们这两个id呢 也是不一样 它永远不会一样 要一样的话 那就是mongodb的bug啊 然后还注意这个地方 咱们第二文档呢 多了一个新的字段 tag 以前没有吧 哎 这就是mongodb强大的地方 每个文档呢 可以不同啊 字段数可以不一样 多棒 我非常喜欢这种设计啊 好 那咱们不吹了 咱们接下来再做一个简单的循环 插入多条记录 试一下 做这个for循环 go 然后 db.post.insert 咱们插的这个记录呢 只有标题title这么一个字段 当然mongodb呢 它因为的柔软性问题 也是没有问题 绝对让咱插入啊 好 接下来反括号 结束这个命令 哎 哎 稍等 我这怎么 括号 括号 哎 少总 他怎么说我 我看一下 for 加 db.insert 错过反括号 少总 哎 这位看一下 db. 没有 没有错过 怎么会说我错过反括号呢 让我看一下啊 不好意思啊 嗯 这个 等于三 然后小于等于 i i加加 没有问题 这是大括号 db.insert 然后 啊 哎 非常不好意思 我这少了一个中括号 我少了大括号啊 它是用这个 因为它真插入的是这个Json的对象 对不对 所以必须要这么插才行啊 OK 我可以插进去了 实在不好意思啊 所以我这个文档也改一下啊 这个地方 因为咱们插入是这个对象 所以说我这么不加对象的话 它肯定要报错嘛 OK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好 插完之后 不好意思啊 咱们再看一下啊 看一下实写结果 我的课件是对了 我一会儿传这个正确课件上到这个开心中国 哎 大家请看 我又循环一下插入了这么多篇文章 没有问题吧 循环也能成功 而且注意看 每个ID呢 都是不一样 虽然它是一个加一的关系的 但是它肯定保证不一样啊 OK 然后呢 咱们再执行这个db.post.count 干什么 看一下这个集合中有多少个文档 相当于selectcount啊 10 没问题吧 是试试文档吗 对不对 没有问题 接下来 非常重要啊 我把这个所有的文档都删除掉 试一下 有点狠啊 有点狠啊 试试啊 go 全部删除 然后呢 咱们再db.count看一下 哎 怎么样 零了吧 说不什么 说不全都删除了吗 哎 怎么变大写了 然后咱们用db.post.find 再看一下 同样嘛 select 没记录了吗 对不对 都删掉了吗 好 那咱们就算完成今天的课件咯 这内容虽然有点多 但是呢 难度应该不是很大 如果是五星的话 今天应该算是一星难度啊 嗯 我想您应该能够听明白啊 哈哈好吧 嗯 今天的视频呢 就是这样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中国 今天视频呢 会放到YouTube 供您下载观看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视频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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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